来到军营的第二天 当初飞出鸟笼的兴奋心情全然没有了 小家伙们个个出现了小状况 想回家的心情越来越强烈 成长的路上总是避免不了磕磕碰碰 军营严格的要求已经让小家伙们的身体疲惫不堪 这不第一次集体生活的他们又闹起了矛盾 回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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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 刚才那是 二十个人 你回去夹上冲就行了 你也给我陪 吃烂了 看一看这个拍照 这也有蕉猫 吃开了 来来来来 吃烂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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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谢 你们两个记住啊 并不是这个 只有五粒才能解决这种问题 对不对 你看我给你们粘好了 帮你们这么一个大毛 是不是要 冰包一下 冰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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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到这里不适应是很正常的 这是他们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经过磨练才能成长 投降 ys mercy Could be 石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